因为我对就是说用什么话 哪个字眼在哪个点说 其实在中国是非常关键 在北京这混观场是非常关键的 你miss one 对方完全会采出另一个反应 It's very important You don't miss a single word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example 在北京这样子 因为我必须说 因为台湾人离北京非常远 因为我们也没有那个文化 所以如果有一个example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容易 大家比方说你去拍一个人马屁 你用哪个字眼 你用哪个字眼 就是说这个字眼的选择很重要 然后这个字眼你需要 就切重 第一是切重它的强处 第二就是说不要太 不要太就是说obvious 然后你是在拍马屁 然后是你对它的人性有一个判断 这个是一个他会欣赏的字眼 凯莉你做不到 我做不到 我超级不精准的 你在说什么 就差不多 就是那个屁股的位置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你选错一个字眼 你就拍马屁 我就简单说 你就拍马屁 就说 哎呀 这个 凯莉 你很美丽 这种就是 你真是有思想 对不对 然后就是这种会用 然后就或者说 你引用你前一句说的哪句话 这句话真是代表你思想的深度 对吧 就是你要 你要 really pick and choose 你要 pick and choose it's not just like 拍马屁 it's like everybody want to be 才拍马屁出凯莉 but you need to pick it 你的拍马屁 与众不同 然后 然后你的马屁 你马屁拍出来是 人家觉得 是香的 不是香的 马屁都是香的 sorry my bad 是你的马屁 与众不同 有基点 能从你的马屁 看到你的学历 和你的思思深度 思想深度 除了香 然后有基点 还要让人家从你的拍的马屁 知道你的深度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拍马屁的时候 我演一句唐诗来拍你的马屁 oh my god 或者我演一句 Montescu Montescu当时在哪个 这个场合 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 然后这个完全适合你刚刚 凯莉你刚刚说的那句话 you know that's something like people pick it up and it's like geez this guy like really educated really thoughtful really know his shit and really know how to please me 哇靠 不行 那我立刻想到一件事 可是这样讲了对方 如果不知道 你在quote谁 不就是会 所以你要知道 make sure 你在quote的人 他要知道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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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times you 你就是梦特斯丘 然后说了这些话 you know 他们一定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you want to you want to like sometimes you want to do on the margin 他半知半不知这种 知道这个人不知道他讲过什么话 你跟一个 好像我在北京 我在北京跟顺义那些官员打交道 那基本上顺义其实是一个农村 郊区了 对不对 你跟他说Montescu 他have no fucking idea 就是说 但是你顺义不会用这种字 但你可能说 这个一个 用一些东西 他会有所听闻 但不一定 但不清楚 你如果说Montescu 他是说 Are you trying to step on me Give me some shit You know and I don't know Right right and then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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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art it's heck a lot of work art of拍马屁 那这样我听起来 这样习近平可能都做不到 他怎么爬上去的 所以就说很多人在那里说 哎这个 这两天的访问 啊你要拍马屁 I said I know 当然我们也没有这么一个场合 也不是这种交谈的方法 I know I said How the heck do I explain it to you You know you don't know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Right 那要怎么对习近平拍马屁啊 你知道他 可能就小学毕业 之类的 对啊 这蛮难的 蛮难的 可是他就是那个 他带着他的那个金字塔一起往上走 那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习近平 其实他没有 以前没有一个金字塔 他没有 他没有 所以他现在重建一个金字塔 所以为什么你看他现在的这些官员 都是越集体吧 就是一个就是说中国建国以来70年 从来没有一个 没有做过副总理的总理 In the 70 years of the PRC You never have a vice person who never been to a vice premier and all of a sudden is a premier 就是他没有一个金字塔 所以他是在他所有 他干的很多事情都在 都是越集体吧 可是这样子其他的人不会 真的不爽吗 就是 Exactly that 就这样子你得罪很多很多人 你得罪官僚系统里面很多很多人 可是就算他得罪很多人 他还是爬到现在的位置 但是问题是 就是说你的执政的效率 会出生问题 因为中国很大 你是要通用一个整个官僚系统 来执行你的政策的 当你就不按 就是 There is a reason that's ruin regulations 就是有an adopted practice 当你把这些惯例全打破的时候 就说 That's a reason 惯例存在 因为大家都明白这个游戏规则 然后大家认可这个游戏规则 然后你把这些游戏规则打破的时候 大家其实是不认可的 那不认可的时候 是为什么中国官僚现在都躺平呢 就说 凭什么呀 我凭什么去做这件事情了 对吧 我现在就是官僚现在中国官僚就说 外快 或者说你们叫贪污吧 也不能拿的 然后现在这个说不能去吃喝 对 现在吃饭有上限 然后去搞个女人 如果报到网上马上就给撤关了 对不对 然后工资又没有加 甚至还减 What I'm working for 然后每天就是刷这个 他们叫强国软件 就是说洗脑了 You really think like after 20 years 就是说经过了20年 大家这种资本主义的风潮 这个钱 包括就是说所有这一切 走了20年 你突然今天说 所有这些东西不弄 我们就洗脑 洗完脑 你就知道这个 为什么我们应该思想上 什么习核心 什么这个那个那个 You think that's going to really work People are not that stupid 所以听起来像是 红二代核心里面的人 其实很不爽 他的作风 对可是 这看起来就好像 没什么反对力量 你看那个温家宝都被拖出去了 不是温家宝 胡锦涛 胡锦涛被拖出去 我从来 把我剪掉 胡锦涛都被拖出去 干我一定被放 一定不会剪 对我们就是外面看 都看不太出来说 里面有什么 对啊 好像大家都说 里面的人 其实对他作风很不满 可是看起来 就是没有任何反对力量 就他想要干嘛就干嘛 因为他彻底掌控了 保理器器 就黑社会大哥嘛 小弟不满 谁不满 我就找了谁 就黑社会大哥嘛 谁不满 我找了谁 但是其实我们做企业的都知道 什么就为什么要建企业文化了 就你要产生个向心力 然后people adopt a belief 就是说他自我驱动 你只是靠这种 你就是靠这种暴力 或者说这种压力 是没有办法做成一个有效的企业的 这个anybody who have actually done management would know that right yeah he obviously haven't done any 对 所以为什么说 大家说的小学生水平 但我们看很多 比如说包括民居镇 或是很多的 就是台湾的一些就分析师争论民嘴 或者甚至是一些国外的智库 都在分析说可能 共产党会倒台 或者习近平这种管理方式撑不了太久 对 可是我们看了好多年就好像蛮稳的 你觉得这种海外智库 或者是台湾这些民嘴 你觉得是有一定的可信度吗 我有说几个点吧 第一呢 我其实我很关注台湾的这个节目的 我看很多的 然后对不起 我就觉得你们台湾的一天到晚 这些那些名嘴们 一天到晚做conspiracy theory I don't know they don't know the shit they're talking about you know I really don't know the shit you know 因为 就是说很简单嘛 你这辈子做过什么 你跟什么人交往过 你在中国做了什么了 你这样一笔 没有人别过你啦 可是他们没有credits嘛 但是你 然后你一天到晚拿着本书翻一翻 然后就拿去看一些报纸 看一些媒体 Really Is that gonna give you inside knowledge of China Really seriously I mean Is that real I mean come on You know 就说就不需要我来分 我来说谁不对 谁不对 就说 咱们就从逻辑上来说 这不可能嘛 对啊 对不对 只是我很关注中国 然后我看很多书 然后很多报纸 但我从来没有跟这些人交往过 但是我会知道他们怎么想 可能吗 Come on 这逻辑上就是 you know it doesn't make sense right That's one thing that I want to say The second thing I want to say 其实挺有意思的 其实这个很关键 非常关键 其实 就是 美国啊 就说政治 就美国的政客 You know Senator Congress 走在前面 他那后面是有一个支撑力量的 他的支撑力量就是Fintang 对 Fintang provide policy alternatives 然后给不同的意见 然后做分析什么那些 美国的Fintang 是在一个更新换代的过程中 现在吗 对 就四十几岁这一拨人上来了 然后 basically kick out the older generation 然后四十几岁这一拨人 对中国是非常银牌 非常银牌 然后而且 就是说 以前的一拨人 loss credibility 因为以前他们看法 就是说让中国赚钱 然后他们 民主化 可能就会民主化 对对对 但这个三十年 完全loss credibility 就说我 我跟一些人 就是说他们 其实都是实权派 我就问他们 我说 就是说 现在美国的这些 Fintang 中国的Policy的Thinker Who you recommend 因为我其实对 整个Space很关注 我经常 I read up on all those people You know the shocking thing for me 是那个人说 None None 没有人真的了解中国 不是 他就说 他不认可这些 就是说 established powers established thinkers Like you know Suden Rice Anybody All this people You know Suden Shrek Or any of those He said none I was like OK 他给我 You know If he say If he say something like Oh maybe five of them And he name a few names 然后我会觉得OK啊 对不对 这个我可以理解嘛 因为这个 现在这个majority 都是其实 discredited But to say none It's such like It's such a thing that you're like Wow You know Wow You know That's really something Right Isn't it 那这样不是很可怕吗 就代表 其实没有人真的了解中国 不是了解中国 就是说 现在的整个 就是说在美国了 在美国整个 Think Tank 这个老一辈的人 或者是 以前这一代的人 Completely discredited Completely discredited That's why 就你看到这些policy change 就美国这些policy 突然180 转方向了 也不能说 180吧 就是说越来越银派嘛 对不对 但是 But that's the reason behind it 就是说他们这一老一代 就是engagement 这些人 It's completely discredited in the policy circle 那你自己觉得 美国或是这些西方国家 对中国越来越银派 是对共产党 有牵制力的吗 你自己在那个圈子里这么久 你不觉得这个圈子很稳固吗 这个网 不 你牵制力是什么概念 该怎么说呢 可能野心吧 对外扩张的野心 或者是甚至对台湾的一些 野心 野心 美国其实没有意愿去说改变中国 就regime change It's completely not in this game 就是game plan 因为他以前做过很多这种regime change 包括伊拉克 对吧 包括这个阿富汗 It's a complete failure 对 所以他们特别是中国是14年 It's like You know It's another It's completely different 对啊 完全是另外一个比例 对不对 They have no interest whatsoever 对做中国的regime change 但是他们就说 They want to contain 就说你里边 你怎么搞 你怎么搞 你不要搞出来 你别搞到外面来 就是说That's all they want That's what they want 其实我觉得啦 就是我觉得以台湾的角度来看 会说 我拿回来刚刚你说Think Tank 或对中国的了解度 因为我一直会觉得说 台湾也是讲中文嘛 然后台湾那么多人在那边经商 做学术交流 我一直会觉得说 台湾会有人 可以了解中国 了解到像你这个程度 可是听下来好像真的很难 It's almost impossible Right 你有认识过 或者是你有遇到过任何台湾人 你说Oh wow 这个人是圈子内 或者是说 这个人 没有 咱们 就是我简单说吧 你们有谁有这些经历的 What they have actually done in their life to prove that 其实我们最接近的可能就是连战吧 因为他过去很多人说连爷爷来了嘛 对 但他最接近的 他应该是最接近吧 然后也是 我说的难听点 也是最卖国的 对啊 比较了解他们的人 都跟他们处太好了 对会会处太好 与其说是会提供台湾一些警告 不会说变成立场整个颠倒了 对对对 这其实对台湾说是蛮 不过这个 因为中国能给你的钱是 这个是海量的嘛 对啊 就简单说吧 就是董建华 董建华是 他上台的时候 他说从香港特殊的时候 根本不算个 在香港根本算不上个富豪 因为他是破产的嘛 他们家住是破产的嘛 然后被中国救了嘛 嗯 然后在这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扶他上台嘛 觉得这个 当年是我们救你的 对 就是我们救你的 所以你是可控了嘛 嗯 因为他做了特首 在中国做很大的房地产生意 他把那个房地产卖了给新加坡人 应该我没记错的话 拿了大概60亿美金回来 What 然后他把他的船运业务 后来卖了给中原 就是国企啦 卖了30多个亿美金 Oh my god 就是做了中国的 他做了特首 中国政府 前前后给了他100亿美金 Oh my god Wow That's the scare we're talking about 100亿美金 难怪林郑月儿当初 在那里一直被骂 好像也都听得住 所以说 你们连爷爷到底拿了多少钱 咱们可以讨论一下吗 I wish 我也希望台湾 我估计再说一下 以后台湾也不敢来 不会 台湾是好地方